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主持人翟軒 馬上來歡迎一下這個階段 加入我們討論來賓 前大使介文集 翟軒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 翟軒好 大家好 退役少將栗正傑 翟軒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美國跟菲律賓正在進行 肩並肩的軍演 當然世界各國是解讀說 是不是建職北京 感覺上面好像是一個 非常大規模 史上最大規模的 這樣的一個回應嗎 你看看白宮也特別提到說 美國可以保護印太地區的 國安利益 他特別強調 尼米茲航空母艦的打擊群 和一支陸戰隊兩棲戰 兩棲戰備群 持續在地區執行例行的任務 我們不會被惡阻 將會遵循國際法 繼續在西太平洋的海洋和天空 安全和負責任的行動 結果竟然被澳洲的媒體披露出來 就說 你的支持尼米茲號 是這樣的方式 他秀出了一個地圖 就說原來山東艦 靠近台灣東部海域的時候 尼米茲號遠遠的保持 跟蹤監視的狀態 但是解放軍東部戰區的演習從8號 一開始的時候 美國的航空母艦就重演去年的那一幕 果斷的一路北上 就這樣子形容 這是來自澳洲的報導 就這樣子 這個圖 藍色的是尼米茲號 我把它擦乾淨一點 藍色的是尼米茲號 然後這邊是山東艦 所以當山東艦開始軍演的時候 4號到8號你就看 8號到10號 4月8號到10號 他就這樣子 又開始遠離了 人家就想到當初裴洛西 訪台的時候 他知道8月3號的訪台行程 那時候8月4號到8月6號 我們就開始進行了 6個區塊的環台軍演 當時我們台灣整個被包圍起來 我們從時間點來看 這個8月4號到8月6號 他其實就是離開 從8月2號 8月3號 然後8月4號就離台灣 越來越遠了 所以美國的支持 就從行動上來證明 是離台灣越來越遠嗎 這也讓大家覺得 開始有一點疑惑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對比 習近平昨天傳出 要考察廣東戰疆 那港媒也在講說 這是要視察 這個解放軍的南海艦隊 所以他在近日 去到廣州 因為要接待馬克宏 所以就網路照片顯示出來 他已經到了廣東戰疆這邊來考察 那這個看起來 又有一些網友 甚至網路上面評論是說 中方是玩真的 那美國的鄉艇是假的嗎 這美國的航母咧 怎麼越離越遠 所以一而再再而三 都好像印證了這一番話題 就是是不是美國的支持 並不是那麼的堅弱磐石 那美國挺台 還是他更需要的是中國 我們看到自由時報會告訴我們說 美國的國會三個月已經提了15個挺台的法案 那外交部就講說 這是象徵 美國國會有人欺而不捨的在幫助台灣的意志 那目的是要全方位的來提升台美之間的合作關係 可是另一方面你看 美國從白宮也好 從布林肯也好 都釋放一個消息 就是說他們想要趕快跟北京 趕快跟習近平碰上一面 白宮講拜登希望事實再跟習近平進行熱線 那科比還轉達了 美國正在準備讓布林肯能夠按照幾個月前的計畫 就是那個時候 這個間諜氣球爭議之前 那個計畫 他說希望他可以去北京 而且還在討論 是不是葉倫 雷蒙多也可以去北京 他們現在正在想要跟北京來討論一下 這些經濟事務的安排 那中國大陸的回應倒是有一點冷淡 他就講說美國你應該停止干涉內政 他說當美中關係遭遇困難的時候 責任不在中方 甚至美國應該要停止干涉中國的內政 停止損害中國的利益 那布林肯他也提到了 他講說的確是在合適的條件成熟的時候 我肯定會期待這樣的機會就是訪華的機會 那他也負責任的在處理這個中美之間的關係 他說這是非常重要的 不尋求什麼新冷戰 也不試圖來遏制中國 感覺上面美國的調性越來越加的和緩了 他當然不希望好像這個衝突 造成他現在非常需要 極需要跟中國大陸見上一面 產生任何的變數 再來我們看一下拜登過去站隊在他那一邊的國家 今天我們看到林傳媒一個獨家消息說 是不是馬克宏的親中效應 連髮艦通過台灣海峽的時候 過去都是在海峽中線以東的方式 也就是說海峽中線比較靠台灣的方向 這一邊這樣子通過 可是現在他是從海峽中線以西 比較貼近中國的沿海來航行 所以有人解讀就說這個兩岸未來兵戎相見 這個國軍法制的武器系統三數可能已經被解放軍給掌握了 那恐怕也會影響到這個國軍相關的優勢 看起來這一次這個航行 過去對比相看起來 以前是比較是站在台灣這一邊 現在馬克宏感覺好像已經是比較倾向中國大陸了 那日本呢同樣他發布了一個藍皮書 外交藍皮書一口氣惹怒了三個國家 包含了這個俄羅斯 包含了韓國包含了中國大陸 首先他是先定調說 中國大陸因為不排除武力犯台 所以是最大的戰略挑戰 結果中方非常的生氣 他就說你根本就是用一種成槍爛掉 渲染所謂的中國威脅 無理干涉中國的內政 中方堅決反對 但是他同時也提到說像是北方四島 以及獨島就牽扯到了俄羅斯跟韓國 所以俄羅斯說不接受這樣爭議島的說法 韓國也表達強烈的抗議 所以這樣的一個藍皮書也讓日本 感覺好像要跟韓國同一陣線 也又瓦解了 讓中國跟俄羅斯也十分的不開心 這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杰老師 這個兩個幾個軍事會提 就是說這邊提到就是說 法艦通過台灣海峽 貼近大陸內壁側航行 那麼金方擔憂影響 我們的幻象戰機升級 其實這個是一個一點 另外還有一點 在習近平訪問中國大陸的時候 訪問完了 雙方通過了一個聯合聲明 一共有51點 那麼其中有一點特別提到 你說馬克宏訪問中國大陸 馬克宏訪問中國大陸以後 雙方發表一個聯合聲明 一共有51點 裡面有一點說 法國的海軍 要跟中國大陸的南方 南部戰區 保持聯繫跟溝通 就有關在太平洋 就是說太平洋水域的一些事物 保持溝通 這個部分比這個貼近台灣海峽 更這個 也就是說 法國的海軍要跟中國南部戰區的 中國大陸南部戰區的海域 保持溝通聯繫 這個是一個軍事上的一種互動的一個 很明確的訊號 所以我想就是說我們這邊只講了說 這個 法國的這個 通過台灣海峽貼大陸航行 其實要跟這個聯合聲明這個內容比 那真的還是非常輕微的事情 那為什麼會如此 因為這一次馬克風訪問 跟中國大陸談的合作都是非常多的 那一共51項 那為什麼會跟中國大陸在太平洋方面做合作 因為法國在太平洋 尤其在南太 有它的所謂的海外屬地 就是我們都很清楚 大西地 大西地有法國的海外屬地 所以法國的法軍長期要經過 要從歐洲一路 從非洲好望角一路下來 經過印度洋 有的時候會經過所謂的蘇伊士運河 所以法國很重視 它在大西地的 屬地的這些軍事上的事物 所以它在這個地方 它是跟大陸做合作 做溝通合作 協調 所以這個地方 我想這個必須 因為外面不在談 沒有仔細看51點聲明裡面 談到特別一點 跟我們台灣是有關的 我們台灣也是屬於在太平洋方面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這一次 李米茲號 本來在比較靠近台灣的水域 在東北部水域 可是大概4月8號 開始4月9號 中國大陸的圍島軍演開始 山東號開始 進入它現在的位置以後 開始在這個地方之間 美國的李米茲號就折返往北走 跟上一次那個 林肯號 林肯號 林肯還是雷根 應該是雷根號 雷根號 一樣的狀況 那為什麼 我想幾個原因 因為這個軍演的時候 如果美國的航母戰鬥局在旁邊的話 那會釋放出一種訊息就是 美國對這樣子的一個軍演表示關切 那麼甚至有一點軍事威脅的意思在 那顯然美國在軍事上不想做任何有關這樣子的訊息的釋放 他不希望說我軍事上有所關切 甚至說我軍事上來怎麼樣 來監督 甚至來壓制這場大陸對台灣的圍島軍演 所以他離開是為了避這個嫌疑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的話就是說 中國大陸現在的這個武器系統裡面 所謂的艦對艦的導彈裡面 最近去年才公佈一款武器叫英極21 射程2100公里 然後是屬於超高音速飛彈 美方目前無法攔截 那麼說一枚飛彈可能集成一艘航空母艦的話 上面就是5000條人命 所以在武力上沒有辦法完全攔截 阻擋中國大陸可能的進攻的話 他基本上是要跟中國大陸的這種 大型的艦隊保持距離的 好 我們也來插播最新的一個消息 就是剛剛我們收到的 就是中國大陸也宣布對台灣 發起貿易壁壘的調查 其中也涉及了2455項的商品 我們來看看相關的內容 這是大陸商務部在今天4月12號發布 然後公告說就是從這個4月12號開始 就是將對於台灣以及大陸這個貿易的限制措施 展開貿易壁壘的調查 那這個調查會到這個10月12號前來結束 那最晚的話會延到明年的1月12號 所以開始人家講說是不是也要對於台灣 有一系列的開始有貿易上面的一個懲罰 或者是這個貿易戰的展開了 這個我們來問一下 楊老師怎麼看 包含這個以及我們剛剛提到的軍演 軍演很簡單 尼米之號其實在演習開始的時候離開 這是一個戰術上為了避免雙方的這種誤會 或者可能進一步的摩擦 但是他同時出現在就是這個演習前 在台灣的東南海域 我覺得就代表美國跟中國大陸 兩艘航空母艦 美國已經在台海的議題 台灣安全的議題上對峙了 很清楚 只不過是因為在真的展開演習的時候 他把它拉開距離而已 避免誤會 回到這個東西 各位 你現在才知道 兩岸的貿易是不對等的 我們禁止了很多中國大陸 進口的這些產品的項目 現在中國大陸的食品 化工 紡織三大工會 要向中國的商務部提出 這樣子的一個訴求 也就是要去調查 為什麼我們開放給台灣的商品進來 為什麼台灣不讓我們的商品 賣到台灣去 總共有2455 各位 這叫做貿易壁壘 貿易障礙 Trade Barrier 什麼Barrier Barrier是誰設的 是我們台灣設的 你知道去年兩岸的貿易是多少 我們大概賣到大陸去的是 2380億 這是大陸海關的資料 我們買它只有815億 所以我們去年享有大概是 1565億的貿易順差 我們賺大陸1565億錢 那我們去年整年台灣對外的貿易 是多少呢 是4795億 所以整個兩岸的貿易佔我們 對外貿易49% 我想如果用財政部的資料 大概是42% 兩邊會有差距是對於貿易的認定的差距 那是正常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是享有順差 各位 日本韓國在去年開始跟中國貿易 已經進入到逆差的關係了 對 那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中國大陸需要日本韓國過去的這些東西 已經越來越少 因為它自己技術自主了 反而日本韓國需要大陸的東西越來越多了 現在兩岸因為告訴我們 這個是我們過去2455禁止它進口 但這個什麼意思 他說現在展開調查 這個調查在今天3月4月12號展開調查 調查應該在10月12號前結束 或者是重點來了 最晚可以延到2024年的1月12號 對 1月12號是什麼的前一天 是台灣總統大選的前一天 因為13號是投票日 這個訊息也很清楚 這個訊息也很清楚 如果這樣子他做調查 你要開始展開談判 我們自己是不是要把這些障礙給拿掉 讓大陸的東西可以賣到台灣來 如果你不這麼做 兩岸還是持續的對立 到了選舉的時候 或選舉結束之後 他可能就會反制裁 因為我們等於是在做障礙 他就會反制裁 但實際上你可以把它解讀 這是另外一種形式的經濟的制裁 但這個經濟的制裁 也可以說是我們自找的 也可以說是在長久的 這個兩岸的貿易的 這種不對等 不對等就是他一直在浪力 我們一直在這個自我保護 然後我們一直希望 他能夠在這個早收清單 雖然談了十年的ECFA都不行 照國際貿易的這個規定 談了十年都談不到FTA 談不成ECFA 你應該就把這個早收清單給收掉了 但是台灣這邊一直認為 大陸應該要浪我們力 所以你在講兩岸之間的貿易的對等 其實台灣是享有各種的浪力 跟不對等 跟自我保護的貿易障礙 現在大陸出手了 也就是說這2455項這個項目 如果你不降關稅 你不開放我們的進口 然後他可能就會採取一些 反制裁的措施 這個在國際貿易上經常見 但是各位 這當然跟兩岸關係有關 在這個軍演結束之後 他只是個軍事演習 跟上次8月份完全不一樣 可是這一次一個 可能的貿易反制裁 但其實是對我們有制裁之痛 的這種動作 就會在年底 甚至明年總統大選結束 這當然跟總統大選關係這麼密切 也有他兩岸跟政治上的意涵 我們台灣人一定要自我警惕 你要選擇怎麼樣的道路 所以其實很多人在講說 我們這個環台軍演第二回 也就結束了 也沒事了 看起來不是這個樣子 包含了現在我們所看到的 這個貿易制裁 可能涉及2455項商品之外 剛剛又有一個最新的消息 是說北京計畫從16號開始 要對台灣設禁航區 也就是說台灣接下來如果非日 韓 北 美 都會受到影響 這是路透社引述四名知情人士的說法 說中國大陸接下來 在4月16到4月18的時候 會在台灣的北方設下這樣的禁航區 會是又新一波的這個演習嗎 這個我們來請教一下 湛君 這次蔡英文到美國去訪問 到底回來帶給我們台灣什麼 就像剛剛楊教授所講的 雖然說設置 中共對我們設置這個貿易壁壘 其實傷害最多的 人數最多的 是一些基層的農民 漁民 還有一些基層的製造業的這些工人 其實對他們影響最大 另外美國是不是能夠提供 亞太地區 印太地區的安全保護 這次菲律賓 我們看在菲律賓跟美國做這個 所謂肩並肩的演習 我覺得肩並肩演習 取這名詞 還不如取一個叫做 美國捆綁菲律賓演習 捆綁了菲律賓一起參加 對 因為小馬可是 我不曉得他在想什麼 他到底是要親中還是親美 他可能想說在兩個強權之間 中間求取他的利益 在經濟上面依賴中國 在軍事上面靠美國來保護 那我們就經濟跟軍事上面來看的話 在經濟上面其實菲律賓受到的傷害會很大 因為現在東協十國 中國發達起來以後 這東協十國不管是前兩天 馬來西亞安華總理他講的說 希望能夠建立自己的貨幣 或者是希望能夠中國增加 對馬來西亞的這些投資建設等等 另外一個最重要的是 菲律賓自己本身跟中國 每年的貿易額是800億美元 跟美國只有300億美元 你在經濟上面得罪了中國來講的話 中國如果不再讓利的話 不再給你這些好處的話 其實菲律賓 對菲律賓來講 經濟上面不見得能夠得到 他經濟應該有的成長 因為我們純粹就軍事上面來看的話 這次演習內容當然包括項目很多 包括海上的安全 反恐 或人道救援等等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 用軍事眼光來看 最重要他是在三毛四省那個地方 做一個實彈的射擊擊成一條軍艦 這個對中共來講的話影響就很大 所以難怪習近平會到南海去 視察南海艦隊 這很明顯的就是 就是見指北京 我不曉得小馬克思到底在這個地方 到底在想什麼 他本來跟中國只有南海的爭議問題 但現在把台海也捲進去了 也就是說他這幾個基地給美軍之後 他會不會將來 中國跟台灣發生戰爭狀況之下 他把自己捲進去這場戰爭裡面 其實對軍事來講 對他一點好處都沒有 我就不相信他把這幾個基地 借給美軍之後 美軍會幫他把仁愛礁 這個黃岩島這幾個島 幫他收復回來 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這次小馬克思 我真的是不曉得他也曉得 他這個戰盤我覺得他真的是打坐了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